大家好 我是春羊牡丹 今天呢 有点失眠了 但是 嗯 让我跑到楼下 录这个视频吧 嗯 房间有点冷 所以我还在穿暖和点 带上围巾了 我今天想给大家讲 因为我上次 嗯 许诺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嗯 这也得是 四年前 五年前左右吧 我们全家呢 跟爷爷奶奶 哦 经常是 有一个短假期 三五天 或者一个星期的 英国这边假期多嘛 所以 嗯 所以 爷爷奶奶就安排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是到了一个 嗯 就是 海边的地方 因为我们 喜欢选择海的 有海景的地方呢 空气又好 然后可以吃些海鲜 哦 确实是不错 然后呢 一般我们所到之处呢 都会很多啦 英国这边都很多 安排很多这个 大人的节目啊 小孩子的节目啊 就是小孩会 到农场看看 鸡业鸭呀 然后或者是农场主带我们转一圈啊 或者是 孩子如果 愿意骑马啊 就可以有这些活动 当然是可以预定 然后交钱 就去一个小时 嗯 或者怎么样 嗯 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呢 就是我们 就是这 那次我们跟爷爷奶奶 出去度假的时候呢 嗯 我先生就安排了一个 他找了一个就是到海里钓一种 一种鱼 嗯 那种那种 这么长的 这么长的那种鱼 很新鲜的 很类似于沙丁鱼的 沙丁鱼的那种 银色的那种 嗯 很新鲜 嗯 然后呢 在 嗯 就是你预定了 假如说你早上十点 或十一点 到以后 然后 嗯 嗯 他会安排 嗯 几家人 嗯 嗯 嗯 跟着这个船进去 到海里 然后呢 嗯 嗯 在置丁的地点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下一批人 再 嗯 再进去 然后呢 可以拿几只大桶 这种桶 就是说 你钓完了 就可以免费的拿几条 回家去 因为做午饭啊做晚饭 因为我们租的地方 一般英国这边 你要是租 都会有厨房很方便 都是家庭式的 有些人都是把自己的家 嗯 嗯 嗯 一个是可能年纪大了 或者是 到外地找工作以后呢 房产留下来 在当地就是 出租 啊 所以有人带你帮你出租 所以我们就租那种 然后住下来 住上三天五天都可以 嗯 嗯 那 我们 安排的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大雾的早晨 所以我说 要是下雨 我就不出海 我就不觉得安全 我说呢 嗯 不下雨 我就觉得挺安全的 于是呢 我就 当时是这么想的 结果也就 到了时间了 反正度假嘛 心情不错的 也就上了船 上了船了 上了船以后呢 它是不是很大的一条船 我们上去了四 有几组人呢 一二三 其实是三组 三组人 也就算是三个家庭吧 啊 我 我老公我儿子 我们三个人 算是一个家庭 另外还有一个对年轻的公婆 年 不对 公婆是广东话 就是年轻夫妇 呃 还有一家呢 就是有四个孩子 嗯 两个大人 就我们这 三 三个家 家庭呢 就上了这条船 上船 然后这条船就开了 能够二十多分钟 就一直奔在海中心开 然后天还是有点阴的 但是虽然没有下雨 因为早晨雾大嘛 结果呢 哎呀 我就感觉 我们都穿 当时都没有穿救生衣啊 我说哎呀怎么开这么半天 还没到我 还以为在海边找什么地方呢 他也不解释 真是 当时好像他也习惯于这么做 就这么一个节目吧 所以是一个开船的英国人 一个跟船的 是个稍微年轻一点的 这两个人 啊 那船不大的 真的不大 前后呢有三四五米 我看一米 两米 没有 也就四米多宽 长的 四米多长的那条船 木头的 木船 然后托托托托托托托 这样开到海里 结果呢就开到海中心了 而且我发现那个浪越来越大了 这浪就是晃的 就越来越晃 就是已经晃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晃 然后 哎呀我就开始有点 已经开始恶心了 我就 感觉很 很开始紧张了 我就跟这个 开船 这些人说 我说呀 我说你没有交代 把我们带到这么深海啊 我说你看这浪都这么高了 已经快骑到你的美貌的位置了 我站着的时候 我说你赶紧给我救生衣 快点 我给我儿子哪一个救生衣 我给我老公一个 我老公他不穿 好 然后就掉了 大家开始掉 这时候就掉 然后呢 这时候这个船就不停的晃了 我说你还要多久 我说我不要掉 我说我感觉很危险 我本来是快乐的事 你这样搞得我很紧张 我不要 我还在船上 他没有事 很多人都来的 每天都来的 这样 哎呀 我说不可以的 我说你没有讲清楚啊 我说你能不能 你赶紧给我们开回去吧 我要回去了 我不要 我不想继续了 然后 我先生 他就不会说话的 他们英文人是礼貌啊 或者是 不懂 反正他们不是说 慌张的那种表达 我就比较开始紧张了 我看我儿子脸已经发白了 因为我早上没吃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吐 结果我儿子脸已经越来越苍白了 给他一个鱼竿 他试了试 他在那站船边上 他这条船上 中间摆了一个 双面的一种椅子 靠背的这种 就是能坐上三四个人的 然后一个像海的另一面 然后另外海的像 另一面像海的另外一面 然后 我就没有心思吐 我说我可不吐了 我说你这搞得这么不对啊 我说你看这浪 这整个那情景恐怖的 真像电影一样 那个海水是黑色的 你再加上恐惧 然后真的这船就这么大力的摇 越来越摇 哎呀我说阴天啊 我说这不行啊 我说我都恶心了 我说你不能这样 我说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我们开回去吧 就我一个人在那吵吵 没人说话 结果他还没事没事的 他也很不高兴的年轻人 快完了 很快就完了 我说刚开始你说快完了 结果我一看那个 那对年轻夫妇呢 也就三十来岁 他们俩已经趴在那个船板上了 他们俩已经站不起来了 就已经悲惨了 就连已经无力去求救了 我还行 我还行 我的反应是最激烈的 我的装 你不能这样 你赶紧我们回去 我看我儿子 后来我儿子不行了 说这关锋 我儿子就吐了 对着海 还挖的吐 他一开始心想 妈妈 我们要回去了 这样也紧张 他一说我更难受 我说孩子不要紧张 因为英国人的教育 就是说在这个 你慌张的时候 特别在孩子面前 不要表现太多的恐慌啊 或者是担心啊 他们会 其实他们心里很担忧 但是表面上 要给孩子一个自信 你要镇定一些 我也是学了这点了 但是我心里真的难受 我真紧张啊 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你怎么不知事啊 你怎么干什么 他不是 还让人拼命掉呢 他让人掉呢 晃的 他脸上是苍白苍白的 而眼看着不行 再过来 我真是坚持能有 还有七分八分的这样的 我老公最后不行 他就哗的也吐了 但是他不表达 连话都不说 惊慌也不表现 我这个就是英国人的 所谓的教育 他们太过沉默 太过冷静 理智 真的 连在你最需要表达你恐惧 慌张时候 他都不会表达了 有时候是 我是这样看 结果我一看那家人呢 他们 就若无其事的 他们一点都没看着海 没看风 根本不感觉这风跟海 他就 哎呀 我一看我这么一瞄 我说那一全家 俩大人四个孩子 在那儿 哎呀 齐心齐力的在那儿 钓那个鱼 我再往前一看 那大桶 钓了二十多条了 真的 我们家的桶还没有鱼呢 真的 然后我说 哎呀 我这无意当中 我说 他这么平静啊 我就这么一晃 然后我就 还是不行 我说这不行 你看我这 我我孩子跟我老公已经都这状态了 我是更不行了 我是受不了了 我说不行 我说你现在 你真的跟他 跟我们开会去了 真不行 这样我就不行了 我就我得我得求救了 我得喊了 因为我这人是 是要表达的 我不会 不会憋 不会忍的 我是这种个性吧 还怎么样也好 我就会非常 真实的这种表现 这种反应的 然后那个英文人一看 我也确实着急了 他说好好好 差不多了差不多 大家都收吧 就收了 我说哎呀 这我的心我就 就吻下来了 我就摟着我的女儿子 我说不怕 咱马上回去了 宝贝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 但是我心里 这风 光 这种真的 这种摇摆不停的 而且那个浪啊 真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 真像噩梦一样 真像在梦境当中一样 真像电影一样 一点都不夸张的 真是后怕的 真后怕 但是事到今天呢 我就有一个 我突然有一天 我就 我还想起这件事来了 因为我回来之后 我给我打电话 跟我国内姐姐 我说哎呀 这这这这这 亲身经历这把 太可怕太可怕了 哎呀我就把整个这经历都说了说 我就说这个可怕的经历 哎呀就把整个程序 整个故事讲了 然后总之我们是平安的回到这个岸上去了 回到 回到 回到岸上了 于是我就想起来 我说哎当时 我们上船之前 我看那两个人下船的时候 就已经是脸色苍白的 我就没有想到当时有可能的这种 因为你不可能预知这种 也没有人给你讲 这当时的这种可能性跟危险性 但是这件事发生以后呢 有一天也就不久以前 我就自己在那想起 想起这件事 突然我一下 我悟出来点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说同样在一个处境 一个处境之下呢 我们出现了几种反应呢 我们出现了四种反应 这种四种反应 第一就是我这种的 就是就是哎呀痛苦每一分钟 是吧感受的每一个细节 这种慌张 这种不安 这种担忧 哎呀真的就世界末日一样了 我真的分分钟在感受这种 这种危险 啊 最真切的 因为我看着 我在看着这个浪啊 感受那个风啊 啊 然后就是我是一种反应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 我家人我儿子跟我老公的反应 他们是不表现的哦 他们是压在内心里的是一种反应 第三种是趴在那个甲板上的那对年轻夫妇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已经无力了 无力求救了求救都没有了 这是第四 最后第四种 最让我反思 他们是什么 管你什么风什么浪的 我把我这个目标实现了 我这鱼我这钓上来 大家真分了不少 我们拿出十几条鱼回去的 其中都不是我们钓的 真的 我们吃了一个很好的晚餐 但我也忘了那个鱼的味道了 反正雪乎乎的最后 但是真的很新鲜 很腥的味道 当时就记得在厨房 就说那家人 他们到最后我们上岸 但那一瞬间 我看到他们的表情 他们的脸上就从来没有带任何一点 对那个大风大浪的恐惧和 和那种就是没有带回来任何痕迹 经历了那一场我都已经快快吓死掉的这种反应 他们那家子呢很喜悦 拿着那么多鱼 沉沉的真的一大一大桶 几乎都百分之八十都填满的 然后呢就高兴的就很轻松 他们也没有晕唇 所以我就我就说真的同样一件事 同样一个处境 我们就可以出现这样四种反应 所以我们说 我真的很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啊 所以呢我们现实生活中里 会不会也有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呢 好 那你你的你的关注的点好 你你关注的当时情景的不同的点 你看这个这个四组人的反应 那就你就会有四种反应 因为你关注不同的点 那倒在那个甲板上了 那就是说我是晕的 我是什么都不管了 随他去了 我就晕吧 愿死愿活的 你们就随便吧 好像就这么一个状态 我呢不行啊 我要活啊 把我带回去 因为我 我是没有把控的 没有机会把控我自己的 当时那个处境嘛 我是这种 然后呢 我儿子跟我先生他就是 哎呀 这事挺害怕 是挺可怕的 我儿子跟我说 我再也不来了妈妈 后来 他说 爸爸再安排去海的事情 我坚决不去了 因为他是孩子要听话 所以 但是他这是他之后跟我说的 当时他就是沉默 恐慌 就这样忍着 然后那个 四个孩子 两个大人的那个家庭呢 齐心协力的在那儿 真的很有成绩 钓出了那么多鱼 而且对这个大风大浪 他们真的都没有看 他们就是全部 我扫他们那一眼的时候 他们全部集中在 钓在鱼竿上 跟这鱼 怎么晃他也不看 他就光看那鱼 等那鱼上钩 所以我就 真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人生里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景吧 这样的事情发生 唉 真的 各有千秋 你说怎么 怎么评论呢 怎么说呢 只是经历了这件事 所以我到现在 也是难忘 我都快想到 要写一本小说了 哈哈哈 嗯 好像记得有一个人是谁写的 就是 哎呀 那个小说吧 叫狼是什么 还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小说 就是 有一群狼 跟着 一个猎人 然后 这个猎人 有一群猎 猎狗 然后呢 嗯 这群狼 长期的 长途跋涉的 跟着这个猎人 和 和这群猎狗 他们 嗯 好像是 我当时就记着有这么一个小说 多少年前看的 于是呢 哦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在海上 在海上 嗯 我也忘记叫什么了 就是 嗯 因为没有 没有 没有饭 没有粮食了 最后那个 强大的一个人 去 想去把那个 弱小的去杀掉 然后吃了 吃了以后 他们才可以继续航行 继续生存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小说 和 有两个这样的小说 嗯 怎么讲呢 我觉得 嗯 这算是我 自己一个真实的人生经历 和当做故事听吧 嗯 我这么一说 您就这么一听 好了 好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 我们下次见 再见